知道童童为什么这么开心吗 改造儿童房第一主角到货 童童 你说这是什么 桌子 对啦 童的新书桌 拆箱楼 能干的童童 加油 看这里面是什么 哇 这是什么呢 看看大箱子里面是什么 童童打开 还有一层泡沫 拿掉 哇 桌子 这肯定是个桌件 童童 等师傅上面安装吧好不好 我们不弄了啊 终于等到了安装师傅 期待童童的新书桌 童童也来帮忙了 还有粉色点椎好漂亮 要安装书架了 这个书架设计很实用 能放很多东西呢 还有超大一块东东板哦 这是书架安装好的效果 童童开心的手舞主导 自己刮笔筒 刮收纳盒 帮书架 还有呢 还贴心送的电板 太高兴了 还有当笔条 装好了 请问童童 你是否满意 超级超级满意 你是否开心 开心 那我们现在调整书桌吧 然后调整到你自己适合的高度啊 你自己去弄 这个高度非常合适 童童 你给小朋友们介绍一下你的书桌呗 好呀 这里是书架 上面放我的笔 下面放我的书 这里有个小抽屉 这里还有一个大抽屉 我最喜欢的因为是这里 假装我要写作业 就是写作业的角度 假装我要看书 这就是看书的角度哟 假装我要画画 画画的角度 怎么样 童的这个大书桌是不是超赞 只可惜我们的儿童房还没有弄好 所以说书桌暂时放在这里啦 我好期待我的儿童窝赶紧弄好 那我们明天在晨新市整理书桌吧 好呀 拜拜 拜拜